我来提问一个问题 然后你们俩可以互相猜吧 可以 赖床的程度 打多少分是吧 0分到100分 越赖床就是越高 你应该是200吧 100分是满分 写自己的赖床程度 写自己的 写自己的 比方说0分就是不赖床 100分就是赖床 我写完了 然后我们就模拟相互问好了 比方说我先问 小彤你一般 觉得自己和自律能画上等号吗 还可以 一半一半吧 那你可以问好话 你平常 是不是那种就是 在床上的那种 那可不是 工作一般不赖床 我们要实打实地说吗 尽量如实 偶尔吧 有家人叫你们起床的经历多吗 是什么叫床 听到 听到 但是也是就是叫我该那什么了 该出宫了啥的 但我也没赖 还谁的赖床 这俩人 我猜是小床 为什么 经常是被家人叫起来 但被家人叫起来代表的 不代表的是说我是赖床 而是比如到点儿了 他们可能就是把我叫起来 该出发了 那我们公布答案吧 对我 我赖床最高的 那我们来接下来 你是50分给自己打的吗 你凭什么给自己打13分 我不赖床 你不赖床 你知道什么叫赖床吗 啥意思 就是当你被叫醒的时候 你不想起床 我就没有醒过 就我说的吗 长在床上了吗 所以他没有醒过 我醒来就直接就起床了呀 这种思维的小狡猎 又是给我量身打造的 哇 好歹给句俗语嘛 传递开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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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老奴 皇上的老奴 皇上让老奴 皇上让老奴 告诉娘娘 皇上让老奴 告诉娘娘 这样穿真好看 这 这样 真转转 完了 这个传统节目一 一旦配上耳塞就塞博士了 哈哈哈哈 这样穿真好看 明天继续穿 这样穿真好看 穿穿穿穿 穿真好看 明天继续穿 明天继续穿 穿 这样看 这样穿 这样穿 真好看 明天 在这边了 在这边了 给谁说呢 哈哈哈哈哈哈 皇上 皇上 让 让 让 老奴 老奴 告诉娘娘 告诉娘娘 这样 这样看 这样 好看 这样 穿 这样穿 真 真还穿 应该是真好看 我不知道真还穿 但是还真好看 明天继续看 还是明天 明天再这样穿 前面 第一句是什么 你再说一遍 皇上 让老奴 告诉娘娘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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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老奴 皇上 皇上 让 让老奴 老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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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 告诉 甄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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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完蛋 甄嬛传 皇上 让老奴 完蛋 皇上 让老奴 告诉你 甄嬛传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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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会偏 皇上 皇上 告诉老奴 皇上 告诉老奴 你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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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告诉老奴 你真好看 皇上 告诉老奴 你真好看 小奴 老奴 老奴 你真好看 花花都觉得 有点不太对 皇上 告诉老奴 来 阿雪 看看 传递过来 多少个字 韩学姐 发挥你的想象力 韩学姐 我先说她跟我说的 她说的是 皇上告诉老奴 你真好看 老奴还能活到明天吗 皇上告诉老奴 你真好看 皇上告诉 你真完蛋 是吗 你是真完蛋 皇上告诉老奴 你这一身真好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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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告诉老奴 你这脸蛋 这一身 花容月貌 国色天香 这容貌无与伦比 你可真好看 你这比我传的都多 那不能合理化 那怎么办 老奴 老奴也没辙 是吧 投机完了 最后的答案 对了九个字 哇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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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是什么 皇上让老奴 告诉娘娘 你这样穿真好看 明天继续穿 哦 我想那皇上 怎么跟老奴 还暗生情愫呢 真的什么呀这个 哈哈 这个接下来呢 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画一幅 心目中的王牌 对王牌 又画这个图 对 快问快答 一边画心目中的王牌 一边回答问题 这一季录下来什么感受 这一季 反正就是又快又慢的感觉 又快又慢 快在哪 快在就是没想到 就到杀青的这一天了吗 确实有点没反应过来 慢就是 哈哈哈哈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录制的内容很多 所以你看节目的时候 你会像新的一样 我干过这事吗 很丰富 对很丰富 这次从那个 下不去比 下不去比 受花 那么多季啊 经常来飞行 然后变成了我们固定的这个家族成员 这一点的变化 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倒是对这个地方还是很熟悉了 熟悉归熟悉 但这次确实 包括游戏什么都有很多新的一些方向嘛 然后我擅长的好像已经取消很多了 蔡哥猜杂的 没有那么多人说你就被那个 没有被 没有再被说了 有的时候蔡哥那曲库变了 好奇怪 拆不出来把张小斐太惨了 多了很多那种勾心斗角的环节 你先尝不 倒是斗不过腾哥他们 他们更狠 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心态还是还好就玩呗 有什么想对话导演组的吗 对话导演组啊 哎 先说一个面上的吧 哈哈哈 还是很不容易 因为毕竟我一年365天都在玩游戏 所以想让我玩到一点 没玩过的游戏 确实有难度 绞尽脑汁了 绞尽脑汁 但是这次确实 也算是玩到一些吧 哎 你玩下来这一季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新游戏是哪一个 下一题 印象最深刻 把我泼水泼的 我现在就想画那玩意儿 那一期我眼睛都睁不开 没想到淋成那个德行 就互相给对方下套 然后淋水 那期我真的有点难忘 关键大家对你真的是没有虚的 对 对我好残忍 都是真情实义 满打满的波 行我我忍了 前两天我那个就会赚的那个 其实那个就是以前那种寂静中的呐喊 但是这次升级了嘛 就一道题 不同人来回喊 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如果说 改天啊 你没有接到了这个王牌的邀约 你会感觉到意外 意外 意外倒是不会 但是就是我现在录王牌 我就会带很多那种换洗衣服 衣物就是内裤什么的 我会带很多 你说来现场都要带内裤 现在在我的包里啊 哦 应该会湿 我待会就马上就要试了 你真的带了 不用展示了吧 在我包里 以前都还好 就是觉得不会那么夸张 你看我现在就画到这玩意儿 我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我心目中的王牌就是那种 无处躲藏的那种水 你觉得这次我们的王牌家族 分别大家都是什么担当吗 各自有各自什么担当 像小彤 她真的是在王牌练出来 从刚开始可能 没有那么擅长舞蹈吧之类的 现在王牌已经成舞后了 真的 每期都在跳 雀之铃已经缺到大家心里去了 绝对是才艺担当嘛 嗯 然后 腾哥就不用多说了 那绝对是我们的老大哥奸诈担当 耍赖担当 OK 但是有他 这样赖一赖 确实那个效果会拉的更满一点嘛 就挺好玩的 他一个作为那个腾哥的 诗歌 有的时候还可以抗衡一下腾哥 他跟腾哥那一次 一番台上的殴打也非常好看 全场没有一个人想上去拉架的 都看进去了 比赖的感觉 打起来打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管他叫什么担当 殴打担当 唐嫣姐就是 算是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她的理解能力 独树一帜 我管她叫理 我管她叫理解担当 比如说玩一个传声筒的时候 每一个人应该加东西 到他那不加反减 我们后来问她说你加了什么 她说她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在那一刻我管她叫理解担当 还要加东西 唐嫣姐 我加了 你加的啥比我还少的 没有 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非常认真 非常认真 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呀 对吧 小宋确实也是开始在这边慢慢成长 然后这一季也贡献了一些名场面 就这一季 最近的一个名场面 我管她叫巅工担当 巅工 他玩那个口吹东南飞的时候 其实那个在现场的音乐 确实放的跟那个夜店一样 当时 为了让你们清晰 对嗨 播出版本 会把那个背景音乐往下拉了一下 就显得我们纯风 其实如果你们在现场 你们会知道 我们是合理的 真的是合理的 嗯 最后说到自己吗 说到自己 我其实在王牌 可能就是以辅助为主 像唐嫣姐他们 他们有很多那种有趣的点 但是可能他有可能默默的说了怎么样 我就习惯性 把这样的点放大 让大家都感知到 所以我打好我的辅助 是在王牌最好的一个功能吧 其实你录那么多综艺 在播出的过程中 你会每一次都会去看吗 那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也看不过来 有的时候 会去翻网友的评论 对评论会看一看 然后时间充裕的话 就会点开看一下 当下饭 得到什么意见的吗 就网友评价你的 倒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吧 有吗 有这个 我没出业 昨天如果让他来选 谁当主帮演吧 他选 选我是吗 哦 开心了 吴童有的时候确实会 要私底下给你不认识 他会 他有的时候有 某些环节 真的会问一下我的意见 我就会帮他分析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主要还是看人 太儿反了吗 诶 好的 我夸得怎么样 真是 我们看看 啥都没有一直在画水 没再画别的了 这就是我这一季 心中的王牌 对 因为这个是 对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画面 好冷啊 你知道我们这会儿中场休息 马上要去录的是什么吗 就是答题答错的人 往后仰 怀里抱着一盆水 然后完事了以后 还要去录那个 谈雨伞的那个 今年的水费 可能交的挺多 王牌 最后一期来的都是贵人 贵人出门雨水多 雨水则发 也预祝一会儿 我们的这个水的录制 肯定有 不用多说 多加一些这个以水为残 行 2024有什么想跟大家送的祝福 或者自己的flag 2024年 我倒是也不立什么flag 我还是希望大家 2024年都可以一切顺利吧 我像我自己就喜欢 有劳有得 劳逸结合 希望大家也可以这样子 在工作之余 不要忘了 安排一点自己的时间 可以玩起来 放松起来 注意身体帅 对对对对 那期待一会儿 这个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好好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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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哎 哎 哎 差啊 来 来 哇 其实你刚下来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转转的出场 你是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的一个造型 然后下来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疑惑在寻找 然后打开宝藏 有一个 有一个反应 OK 整体有点对 太急了 哇 这种感觉 对 但是我们感觉真实的是这样 YES 然后这个带架着的 它垂着 不会掉吗 你有安全帽吗 别怕 它这个绳突然断了 不会呢 哈哈哈 伤了一下 腰饶一点 在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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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萝结一下就稍微一点 哇 控制一下啊 你要干嘛呀 我帅 帅 你就 帅就行了 你也从直升移到就行了 手势都可以了 不用 不用 就帅 就一个pose 帅 帅 帅 倾斜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对对对 往前踩 对 对 放松 不要太高了师傅 三米了 这么高啊 哇 不要死 不要死 放松 一块面包走在路上扭了角 它变成了什么 扭角包 有一个鸡蛋跑到了山东 小白加小白等于 小白加小白 小小白 或者大白 二白 方向对了 二白五 小白兔 想出英文来的 大白加大白 等于什么 三个大白 然后也是一种动物 山白 是 大白加大白加大白 大白加大白 大白熊 跟东北夸一块 大白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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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也不说仨 太阳月亮星星哪个比较沉默 太阳星星月亮 太阳 是星星 因为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好 好 这个味道挺 真像周朱 一家是哪儿的人 迪迦奥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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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的人 韩国人 不是韩国人 你是东北的 因为我迪迦在东北 我迪迦在东北 我不知道 小狗和小猫去背书 为什么老师会让小狗先背 小狗先背 背 狗背 英文吗 不是不是 一种食物 高叔 望望先背 望望先背 你能答一个不 反应多快 快点 哈哈 别演了 有个什么动物天天 天天熬眼 猫头鹰 什么动物天天熬眼 熬鹰 鹰 黑眼圈 答对了 红熊帽 谢谢老师 谢谢